小米宇拜拜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這個八落門 八落門是 但我不是打算吃中餐的 是吃扒的 我們進來以為是走錯地方 出去 然後再看公園 包來兜去 原來真的是吃牛扒的 我們加上CISP 我覺得我們在吃中餐 但其實它不是 它是一個印度餐 它是叫Pourri 這不是叫Pourri 粟米 它有個雞 街角 最好吃的 而且這個最好吃的是 什麼不用錢的 但是真的好吃 這個像台灣街面燒的 好不好吃 OK的 不像是一個西餐 但是它的東西都挺好吃的 剛才那個印度的波波 也挺好吃的 但它是在台灣小吃戴的 人家是鐵板 或者燒的味道 很棒 我覺得它這樣 的魷魚又比一大條好 有時候魷魚很水 這個醬汁是泰國汁 我覺得它很像泰國汁 但它的味道是台灣味 所以它是一個Fusion Top 對 我們今天來吃西餐 去了印度 然後在夜上海 在夜上海還吃西餐 然後去印度 然後去泰國的燒鱗魚 很小 環遊世界 所以今天這間餐廳 懷疑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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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一個空姐給我 夜鮮 中間的 中間的和牛 和牛 也不錯 不是和牛 是和牛嗎 我們不是買了和牛嗎 對 你把單上收和牛 但是又買和牛給我們 不是 我打算它不要加我和牛 要普通的 但是西餐也不錯 我覺得 是一杯的菠菜 而且我覺得整件事很奇妙 無端的我聽到它灌絕 但我正在吃牛馬 這個是什麼 蔡振刀 是蔡振刀 最後我們就說 西餐才吃 人道菜 然後吃了一個 泰國 現在吃西餐 很好吃 其實我覺得兩百多元便宜 兩百多元便宜 因為它很大塊 其實它煎得很好吃 因為它比手大 平常來計算 其實就沒有那麼大 而且它很厚 它煎得很好 厚 那個牛厚 它煎得很好 我們點了一個 鱈魚 它是每一天都用的 所以今天就是鱈魚 其實鱈魚不是很小的 但它的碟是有點沸騰 弄得好像一個頭盤 但它有一點點 如果我們把碟大一點 我就馬上覺得它是一個主要 即是八餐 只有冰士 對 因為碟這麼大 但是現在有一個碟這麼小 我就覺得它是一個 頭盤 雖然這間餐廳 裝修有點奇怪 但是它的食物 其實也是很OK的 我拿手 你拿手 不會的 你放心 只是一點點熱 不是 很熱的 它只是一點點熱 它不會很熱 你看它的菜店 雖然它要加30元 但是它是一個很值得的3元 因為它是真的 而且它算是多的 多的 我看它的碟黑梳 是加了一點重度 但又沒有很長 它這個碟黑梳 自己混的挺好吃的 如果不是加黑胡椒也好吃 30元 它最多辣手 即是值得的 值得 就是它平時30元 也負責了 那麼好吃 好 其實呢 我覺得它100元 這個魚粉 是很值得的 因為 4隻大蝦 4隻這麼大的蝦 還有它的意粉 你放了一個 很辣辣的 所以它的意粉 是越辣辣的 即不是說 凍冰冰 為什麼它的意粉會凍冰冰 因為凍冰冰 因為 做了很久 它很香 而且它很香 噢 它一下來的味道很香 它的意粉是什麼 是菠菜 還是那個 螺辣 它是菠菜 但是它也有一點香料 但是不濃的 如果它是螺辣 我就不濃 而且它的意粉 都做了幾多 如果八十八元 我看到它很硬 我覺得你不出來 即是意粉八十八元 不是便宜 但是我覺得它對得住這個價格 是不錯的 嗯 價錢上它的性價比是不錯的 因為20元 118 118 118 6隻 它是澳洲蠔 澳洲蠔其實也不算便宜 即不是貴 但也不是最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價錢OK 它的尺寸也不錯 那蠔呢 有些人說 是否要醬糊糊 其實醬糊糊是好 但最重要是 這塊東西夠不夠大 即是那塊東西夠不夠大 那我自己喜歡吃脆 我就不一定要醬糊糊 反而我是喜歡吃大隻的 不是 澳洲蠔是吃脆的功能嗎 嗯 其實它還不錯 它還有很濃的海水味 所以如果20元左右 我覺得它吃得很好 而且我的時候 你問它不發 是的 有時候你問它發 這塊東西是炸的 還有它還有一點脆 它是海水味和脆 它是海水味和脆 吃蠔可以 這裡 暫時最好 好了 我們剛剛吃完了 雖然它的環境是有些奇妙的 但是 其實它的食物質素也是好的 而且它的材料也好 好像蝦和意粉一樣 你蝦就蝦 其實不便宜的 80多元 但是它的意粉很大 它的蝦很大 它的意粉也好吃 它的配帶味道也好吃 那隻蝦也好吃 所以它的價錢給我 是不錯的 我吃了多少錢 我們吃了七百多元 三大一小 你當作二百多元的人 但是我們又吃了三蠔 又開了一瓶酒 但是那瓶酒我自己擔心 三十元 那你來喝就不便宜 因為三十元 開平費 其實是不錯的 那牛也好吃 牛是愛脆來源 它的質感好 而且它的牛 自己都煎得好 而且薯條是有些 哦 它的薯條的醬有驚喜 是啊 薯條也炸得好 薯條有很多 有些也炸得好 但是醬是它特別驚喜 為什麼我告訴你 它的薯條醬好吃 它的醬好吃 但是為什麼我說它的薯條也很有驚喜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皮很薄 薯條的皮很薄 但是脆的 但是我們上次另一家吃的 它不是那麼難做的 但是它是唯一的 黑醋浪醬 是覺得這個醬很棒的 都香 但是就不會加薯 所以做它的質素也是有的 只是在環境上面 有些奇異 可能是去試一些東西 對 那我就覺得 我不像吃了二百多元的東西 這個地方 好 我們今天又吃到這個了 有東西想試 又不需要什麼 快點留言 讓我們幫你試一下 最後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我們 拜拜